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各位朋友 我们要出发了 国民党前立委丁守中上午在脸书预告 明天他将透过网络直播举办参选说明会 正式宣布参选台北市长 这也将是丁守中第五次表态 角逐首都市长的宝座 他有信心的说我会坚持到底 直到市长顺选为止 丁守中表示 他在明天早上10点降于脸书粉丝团集 YouTube直播宣布投入台北市长选战 丁守中指出 这场市长选举 他要比经验 比政策 比理念 打一场全新的选举 因此明天的参选说明会将打破一般选战苛求 不做选举动员 而是透过网络直播 透过演说 向市民说明他的理念 丁守中感叹 台北市过去四年停滞不前 以严重损害台湾与台北的竞争力 但他有信心能团结所有关心台北市未来的朋友们 获得胜选 让台北市重返荣耀 文章下方也有网友留言力挺他 别又被摸头 退党参选到底 加油 连盛文不要再乱了 连盛文没有年轻票 不要再被搓掉了 讲万安太嫩了 加油领委员 没有 至少 第 敬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